祝福我们今天的活动能够顺顺利利 在仁爱乡长率领下 大家一起种植樱花 期望未来卢山温泉 能再次因为樱花的绽放 回复以往观光荣景 且再加上春阳部落樱花大道 沿线一直到卢山温泉 将会是仁爱乡最吸睛的赏音地点 卢山温泉 以前的樱花都是百叶樱花 都很漂亮 因为从台风过后 所以变成说有一些已经枯死了 我相信说如果恢复原来的面貌的话 游客一定会倍增 像那个春阳两边樱花有没有 开的会是很漂亮 可以吸引很多游客 卢山温泉区在受到新乐客台风重创之后 前来泡汤的游客大幅递减 也连带影响临近部落观光发展 因此连海湘公所要借由樱花特色主题 让游客重返这个地方 让我们的卢山天下第一权 能够在风华再现 借由卢山也可以带动 我们邻近周边的部落的一些生机 那我不是也是希望能够人带进来 让在地的村民大家都能够发大财 连海湘公所表示 整个卢山温泉区包括精英村 樱花树规划数量共1500棵 将会以分批种植完成 原事新闻 南投人来采访报道